當你買人壽保險的時候 你會填哪一個人做受益人呢? 是不是和你最親密的伴侶? 還是年紀佔老的父母呢? 甚至你有沒有想過 究竟可不可以把好朋友寫成受益人呢? 人壽保險受益人的概念很簡單 假設你在生的時候買了100萬的人壽 當你不幸離世之後 受益人就會得到100萬現金作為賠償 很多時候保險公司只會接受你的值系親屬 例如子女、配偶又或者法定遺產繼承人作為受益人 原因是因為要避免有道德風險 保險公司會用可保權益作為考慮 即是受保人新僱之後 究竟這位受益人會不會有經濟損失或困難? 換句話說 保險公司是不會接受普通同事、朋友作為受益人 不過只要證明到 投保人和受益人之間有可保權益 無論是甚麼關係 保胎都有機會著情處理 另外,受益人的數目其實可以多於一個 不過所有人加起來的賠償比例 就要剛剛好100% 最後提一提大家 只要是保單次有人 即是投保的人才有權利去更改受益人 而萬一受益人不幸離世 你應該即時更改受益人 如果沒有改到的話 賠償就會被視為你的遺產 成為另一個法律問題 想買到適合自己的保險? 布泰保險學堂準備了大量文章 幫助你了解保險 更加有保費計算機 給你計下每個月要付多少保費 馬上來看看和試一下吧! 佩服部門 公主大家有嗎? 有很多項目